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今天我又参加了我们赌场举办的一个美食节活动 其实就是加班 我上了8个小时的夜班之后呢 又加了4个小时的班 现在我刚刚下班 上班虽然很辛苦 但是赚钱很痛快 我得赶紧回家了 家里还有一堆小东西等着我喂呢 热得我满面油光的跑回了家 喂完了这些居压鹅 我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外面的气温今天达到了33度 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 明天我还要再做4个小时加班 这个烧烤节的活动有将近2000人参加 而且是在停车场的顶藏 可想而知有多热 虽然会有凉棚也有一些凉风 但是呢在这大热天还是非常非常的热 这么热的天我感觉我都快要中暑了 看我家的羊 还有邻居家的羊 在大热天还站在那草地上吃草 你说说他们 哎呀也不想热 因为来的客人比较多 所以主持人也希望我们能再加一些班 但是呢我家里实在是养了太多的东西 就算加4个小时的班 我也是把狗提前在我上班之前就把它拴在了外面 否则在屋里的话它一定是又拉又撒的 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 我今天为小动物们水的时候 那个水管放出来的水一开始都是特别烫的 天哪你就想想今天有多热 我等一下还要赶紧睡一觉 因为我凌晨还要起来上班 回到家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了 因为在那边4个小时当中 我们也只能休息10分钟 简单的喝点水吃点东西 喝水可以经常喝 但是吃东西的话就只有10分钟的时间 回到家不但可以喝水 还可以喝点冰啤酒 在那烧烤节上 只能看着别人一样又一样的换着喝 我真的挺佩服我的同事们的 因为他们有的说加班的话 OK就又加4个小时 他们真的非常的辛苦 真的很让我佩服 本来我自己养这么多小东西的话 我是不想去参加这个活动的 但是我同事都一直鼓励我说 还有奖励 还有加班费 然后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去了 其实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因为他们有的隔几天还要在餐厅上班 或者是做其他的兼职 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 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所以他们真的是我的榜样 其实每次加这么一两次的班几个小时 真的能解决大的问题吗 并不可以 但是呢 有的时候总是会让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 慢慢的变好的 所以每次有这种额外的增加收入的机会 我都不想放弃 因为靠自己的劳动 能多赚一些钱 让自己的生活和孩子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高兴 也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经营一个家庭 跟经营一家公司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要精打细算 这样靠在沙发上简直是太舒服了 其实我每次这样加班呢 我都在想这些都会为我往后的退休 做一些准备 毕竟再过几年我就50岁了 年龄上是个50岁的人 但是呢 我觉得我的内心还像个孩子 只是没有人把我当孩子对待而已 真的好希望有人宠我呀 算了吧 好酸呢 其实无所谓了 没有人宠我自己宠我自己 对吧 我自己现在把日子过得也蛮好的 也很自由 而且也很独立 我真的很喜欢像蚂蚁搬家一样 一点一点的让日子变得越来越好 虽然很辛苦 因为要操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毕竟自己很多事情从来没有经历过 要去学 而且有的时候你不是提前学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你再必须得去学 然后去维修去找人修或者是找别人去帮你去解决 或者是干脆就是花钱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 好多钱都是花了冤枉钱 就是买了一个经验的 这是我第二天在烧烤节上工作了 看看这是我们的停车场 还有新建的酒店 正在建的酒店 确确的说是 还有远处的雪山 可以看到三座雪山这里的风景真的是超级的好 或者10% ABB 这是我第二天在烧烤节上工作 我现在已经回到了家 今天的气温比昨天的更高 所以今天的客人也不是很多 比昨天少很多 昨天我听经理说有三千多人 今天只有两千多人 接连两天每天都是上12个小时的班 我觉得我还是挺能挑战我自己的 还好不是每天都这样 否则的话 我真的会被累趴下的 虽然很累 但是我也很感激有这样的工作机会 毕竟这样想多赚一些钱的工作机会还不经常有呢 我们这样的工作呢 如果你签了邮件说我想参加这份工作 但是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去上班 或者是矿工的话 那也会被扣点数 如果满10分的话 也会一样会被辞退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同事都要想好 在参加这份工作之前就要想好 自己是否真的有时间可以去做这份工作 还好明天我休息 所以等一下我会睡一个觉 明天我要早点起来 趁着太阳不那么大的时候 赶紧把院子里的活干一下 否则太阳太热的话 真的什么也干不了 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外面 这两天我虽然很忙很累 但是呢有额外的收入 我还是很开心的 好了 这就是我这一期的视频内容 我忙了两天赚到了一些外快 希望大家也有赚外快的机会 祝你们都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视频见 爱你们 拜拜